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见皇后转来痛苦的喊叫声便呼得更凶 如果说她是心疼皇后 那她更应该陪在皇后身边了 显然是另有隐情 这时傅恒的一句话 说出了真相 她说 皇后不是你娘 她不会死 原来 任英路的娘正是因为生她十男产才去世的 她害怕皇后也会像她娘一样毛不过去 可能她现在才明白 当初为何她爹鬼那么恨她 要将刚出生的她扔进河里吧 因为深爱着那个人 就不准看到她受一点伤害 不过幸好皇后平安生下了皇子 当所有人都在为之喜悦 时只有魏英洛 默默守在皇后身边呼气 看来魏英洛对皇后是真爱没错了 不过这么好的皇后娘娘叫人不喜欢都能啊